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都想去重庆呢 做了功课才知道重庆是中国知名歌手 演员肖战的故乡 而肖战在泰国拥有超高的人气 以及诸多的粉丝 所以很多人想先去重庆玩大 家想看一看肖战从小长大的地方 有网友留言说肖战有让我想看到 他谈论过的那些美景吉尝过的美食 还有的网友留言说肖战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演员 因为他 我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 对中国的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希望尽快去重庆 还有的人说因为肖战 我很想去重庆看一看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肖战真真文化输出 想能守实锤了 文化输出有很多种形式明星 是最直观简单的一种方式 因为喜欢你 所以想了解你成长及生活的地方 肖战是中国年轻艺人当中 有着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艺人 2023年年初的米兰时装周及2023年年末新加坡之行 肖战所到之处 人潮涌动 真是人山人海 巨星降临的阵仗 肖战作为数个国际高涉的代言人 地广大平 遍布全球 是实打实的全球全平台宣发的阵仗 朝起东方 世界来看肖战这张帅气的中国脸 走出了国门 走向了世界 他让更多的人通过他去了解我们美丽的祖国 由此可见 肖战在海外的人气真是太强悍了 以一人之力拉动家乡旅游经济 妥妥的重庆旅游代言人 集市港 不得不说 肖战是一张优秀的文化名片 也是一张优秀的地方旅游名片 真心为内于拥有这样优秀的艺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肖战出演的电视剧 几乎都在海外播出过 肖战是世界趋势的常客 他的新闻都能引起海外很多人的关注 肖战是我们大美中国的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个国家 这就是我们优质偶像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的意义 肖战在既实类综艺 奇妙之城 当中 向大家介绍过自己的家乡重庆 这个美丽的山城 因肖战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 大美山城 魅力肖战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魅力之都让人向往 藏海传 官宣后 引发了粉丝们的各种矛盾说辞和讨论 在官宣前 一些所谓的网友声称 他们不希望肖战成为男主角 认为他不配他们猜测了各种宣布方式 比如按姓氏 年纪或名字首字母等宣布男女主角 然而 在官宣后 他们又批评官宣方式 肖战和郑小龙的名字出现在其他人的上面 甚至导演和编剧的名字都在他们下面 这些网友的说法就变成了大男主剧没必要这么体现 有点不尊重人了 称这样会让郑小龙导演显得并不重要 有趣的是 在肖战确定为大男主之后 郑小龙导演也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 有人说他只是挂名导演 不干时事 然而 藏海传的舆情把控非常好 春宇公司对此进行了回应 表示出现郑小龙导演的作品中 他都是亲自参与的 只是职位和分工不同 尽管如此 一些人仍然在寻找机会贬低肖战和郑小龙导演 也许是因为他们希望肖战获得更好的待遇 但无论如何 肖战进组拍戏已经是定局 郑小龙导演也不会白白挂名 不干是肖战所选择的资源和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他认可的 他不需要粉丝为他提出意见 更何况那些粉丝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为他出谋划策 肖战与徐克导演的合作 可能让一些人眼红不已 但他们忽略了肖战和徐克导演的合作 没有提前官宣 导致黑子们抓不住把柄 而这次 藏海传不同 从开始到结束 网传男主角和官宣男主角都是肖战 还有公开的开机仪式和明确的官宣博文 对于黑子们来说 这是直接破了他们的防线 不过 不管黑子们如何急切地盯着肖战和郑小龙导演 他们最好还是先冷静下来 为肖战的表现寻求更好待遇的只会增加他们挑刺的借口 肖战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选择的 他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 这些人在官宣前后的两套说词被粉丝们发现了 于是肖战的粉丝开始寻找这些网友前后矛盾的说法官宣前 这些网友认为提意见的事多 就是觉得肖战配不上最好的官宣后 他们又说这种宣布方式第一次见 好像郑小龙只拍肖战一样 看到这些矛盾的言论 人们不禁觉得好笑肖战的大男主地位已经得到确认 但是郑小龙导演也被一些人攻击 说他只是挂名导演 只是放个名字在那里 其他事情都由曹一文导演主持 实际上藏海传 被舆情把控非常好 春雨公司明确表示 无论是已经播出的还是尚未播出的作品 只要涉及到郑小龙 他都亲自参与其中 只是职位和分工不同 并不存在挂名现象 这一谣言被直接粉碎了 但又怎样呢 肖战禁足已经确定 导演郑小龙也不会轻易挂名不办事 有些人只是借着对肖战更好待遇的期望 挑刺而已 等到肖战真的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待遇 他们又会找其他理由挑刺肖战的资源 是他自己选择的 他所得到的一切 也是他自己认可的肖战 不需要所谓的粉丝 为他好而提出意见 哪个粉丝比肖战本人更了解他呢 最后 这些黑子们最好别急着攻击 肖战已经合作过徐克导演 他拥有的资源和待遇都是他自己争取的 他的粉丝也没必要为他出谋划策 毕竟他们也只是普通的粉丝而已 这是对肖战和其他人的原则不同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藏海传的表现吧 新年刚开始 肖战就凭借去年的作品拿奖了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看到肖战频频获奖的好消息 也是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纷纷表示肖战值得 配得上这么多荣誉和大奖 如今的肖战 还在努力 还在坚持 一直都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 努力为观众朋友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这是肖战的初心和使命 一直都在践行 总之恭喜肖战 也感谢肖战 希望肖战可以不忘出心 继续努力 为观众朋友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作为小飞侠 也会一如既往陪伴在肖战身边 支持肖战 和肖战共同努力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不辜负热爱 近日 在走进2024年后 肖战火热 不可阻挡的发展状态又在延续 首个冠军随之曝光 不仅如此 肖战一口气夺得电视剧热度双冠王 顾明思义一口气拿到两个冠军 非常优秀 实至名归值得一提的是 这就是2024年一始的肖战 也是未来日子的一个缩影 据悉 青年演员肖战曝光了2024年首个冠军 不仅如此 肖战一口气拿到两个冠军 成为了当仁不让的电视剧热度双冠王 主演的 梦中的那片海和玉古瑶 都拿到了热度榜冠军头衔 实至名归 无可非议 对于肖战来说